早上呢 梳头发的时候 我女儿的头发总是会很容易打结 因为它有自然卷 所以呢 掉头发的次数是真的还蛮可观的 地板呢 也经常会常常看到它的头发 尤其它是长发也特别明显 这个困扰我还蛮久的 我自己本来就很爱买东西 很会购物 就是买一个扫地机器人 跟托地机器人 扫地机器人呢 其实它这一台 在窗帘的部分 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 都是可以很顺利的去做清扫 而且它有脏污 也都可以把它清理的干净 还有手机APP也可以记录它的所有的状况哦 扫地机器人呢 它在上下坡的地方 是没有问题的哦 但是在楼梯的地方 它会侦测到没有办法下去的话 它就会停住 会转头 那在APP里面呢 都可以轻松的看得到它的目前的状态 而且呢 它可以轻松的在桌脚啊 或是移脚的地方 都可以轻松的扫干净哦 那像地毯的部分 短地毯 对它来说也完全没有问题 那扫地毯的话 可能就没有办法 还有就是家具底下 像我们家的窗布啊 也是完全交给扫地机器人去做处理哦 那也要注意看一下高度的部分 基本上大多数的扫地机器人 高度都是没问题的哦 像扫地机器人啊 在我们看电视的时候 我也是会让它持续的在运转 因为它持续在运转 也等于是在帮我清扫 我也可以做我自己的事情 像扫地机器人有一个隐形墙 有桌角我不想让它整个清扫过去 会像爬过 怎么爬过的那个桌角 我就会用圆形环绕式的 让它做一个隐形墙 那清洁的时候也很方便 轻轻按压右边的开关 就可以把基层盒取出来咯 真的超级可怕 而且它上面的灰尘啊 真的是超级厚 很怀疑自己家里到底有多脏 而且基层盒它也是可以直接水洗 记得哦 它的旁边的过滤网 一定要先拿起来 再用水洗哦 过滤网是无法碰水的 扫地机器人它的刷子啊 除了主要的旁边的 这一个刷子 可以把东西扫进去 那它里面这边主要的主刷呢 第三代滚轮双胶刷 所以呢 它不像一般的那种 里面是有刷毛的 它会卡很多的头发 就是有点像是那种橡胶刮刀的那种概念 像这样有使用过的话 它这边就会有黑黑的这样一条 也不用担心哦 它这个可以直接拿起来用水洗 还有就是清洗过之后你要放回去 有一个超级防呆的中枝也不怕你撞错 它这有一个六边形的图案 还有一个正方形的图案 那它就是对应着这个刷头的这个形状 像我现在让托地机器人使用的是 湿插的托布 它喷的水量呢 也可以在手机APP上面做调整 那基本上呢 只要有任何的脏污 它都可以清洁的很干净 而且在任何的家具啊 椅子脚那些地方 它都可以穿梭至如 蓝色的托布是湿托 它的方式就很像我们人正常 在托地会左边右边的这样子的方式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最主要也要跟大家讲 就是托地机器人呢 它不会爬到地毯上 所以各位大家不用担心 地毯上面会被托地机器人弄湿 抛弃室的完全不用碰手 直接一按键就可以把它扔掉咯 我觉得呢 这台吸尘器真的很好用 尤其是呢 它的吸力非常强 它可以把很多的毛髮类的东西 全部都吸进去 那如果家里面 像我女儿是头发比较多 所以它很容易掉头发 尤其是卷髮 那如果家里面有养毛小孩的 可以试试看这台吸尘器咯 还有这个咯 拖地机器人 我觉得它算是我用过 真的还是要拖地跟扫地 机器人要分开会比较好 因为我之前用别牌的 是拖地跟扫地结合在一起的 我发现分开来反而会更干净 就是我送给我自己的母亲节礼物啦 对 但是我老公没有骂 觉得有了这两台 让我的时间 就是变得有更多 可以去享受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还有就是陪伴小孩子 它的清洁程度 可以比我啊 手持的吸尘器 来得干净很多 所以想说好吧 那就以后就交给他们这两台咯 希望再用其他的方式 跟大家做见面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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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